长篇玄幻小说《万古至尊》 作者太医生水 心脾也是觉得奇怪 那李云霄体恕那天 武王之力都无法撼动分毫 而且速度极快 玉山似乎完全落了下风 虽然几次受挫都只是皮肉 但是却被打得士气全无 武艺溃散 周长发听他这般说 脸上极为不快 但却是事实无可辩驳 只能铁青着脸盯着擂台上 冷红林冰冷地看着擂台上的李云霄 不再说话 心脾讨了一个没趣 只能苦笑不语 以他的身份 敢对他不搭不理的人还真是少 但是冷红林偏偏就是其中之一 擂台上周玉山的身子趴在地上 剧烈的颤抖起来 并非是受伤太重 相反他几乎没有任何伤势 而是羞愧的难以抬起头来 恨不能直接裂开大地 从缝隙当中顿走 先是被武宗妖兽吓得大喊大叫求救 其次全力一击对方不躲不防 再然后被火烧小鸟 现在又是一巴掌给山飞 趴在地上跟死猪似的 无论哪个都不是高贵自尊的他 能够接受的 四周传来的激愤和嘲笑 仿若把他拉入了修奋的地狱之中 恨不能一头撞死在地上 李云霄眉头微微一挑 冷冷地看着趴在远处的周玉山 察觉到他身上的气势 似乎微微有了些变化 至少身体慢慢地平静了下来 不再颤抖 看席上的一众高手 也感觉到了周玉山身上气息的不同 一个个惊诧起来 江无忌双目中爆射出惊喜之色 望秦天书第五层 太上望秦 冷红灵的目光中 也是金王点点闪烁着复杂之色 什么 这就是第五层的望秦天书 周长发一下子打起了精神 眼中惊喜异常 要知道段秦山开出的 取冷红灵的条件 就是周玉山修炼到望秦天书第五层 因为这是一个门槛 有些人终身不得入 一旦跨入的话 以周玉山的体制将来定可大成 谢谢 若非是你 我怕是不可能这么快 就进入到太上望秦的境界 周玉山的声音冰冷刺骨 好似从千年冰窖当中走出来一般 他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缓缓抬起头来 双目当中一片空洞 没有丝毫的人类情感 那空洞无神的目光 让周长发也吃了一惊 感到丝丝的心计 哦 原来是修炼了 明灭七情六欲的功法 虽然是有些不人道啊 但的确是了不起的法门 李云霄淡淡一笑 但是创立这门功法的人 又怎能知道 圣人忘情 罪下不及情 情之所终 正在我背 看息上 冷红林双瞳骤缩 古井无波的面容上 疏然变色 全身犹如电击般传过 李云霄的话如同 木骨城中 在他的耳畔逐一乍响 石海当中似乎闪过道道灵光 却无法捕捉 让他万分焦急起来 陷入沉沉的深思之中 不仅是冷红林 在戒神碑中静修的 骆云长也是张开眼眸 秋波闪动 喃喃自语道 圣人忘情 罪下不及情 情之所终 正在我背 情如雪 刹一道 骆老师 你在说什么 骆云长苦笑了一声 微微摇了摇头 在生命轮转大阵中的梦舞 美睫颤抖之下 两颗青泪流淌 擂台上 周雨山浑身一阵 似乎心神 在这一刻失守 他双目当中 闪过一丝涟漪波澜 很快又恢复空洞之色 愣然说道 休想胡言乱语 乱我心神 太上忘情 罪是无情 此乃当年 忘情五帝所创之绝世功法 你区区一楼椅 怎能明白其中的奥义 你的体术太过诡异 我的太上忘情 未必能够杀得死你 周雨山双手仰天托起 突然万道划光 从四方汇聚而来 在掌心渐渐凝成一把剑形悬兵 月滑流转之下 好似暮雪寒冰 冷硬照人 看席上的心皮瞳孔皱缩 这把剑给他一种异常熟悉的感觉 骇然失声道 江长老 这把玄冰莫非是 心皮看着一脸得意的江无忌 难以置信道 江长老 莫非断情宗主他 不错 江无忌 撵了撵胡须 得意非凡地说道 正是宗主当年的随身兵刃 六阶玄器 无沟 双雪明 什么 无沟双雪明 看席上的高手全都是心身一阵 骇然地看着下方 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周长发眼中大喜过望 激动难耐 无沟双雪明 在火乌帝国名气极大 乃是段秦山宗主冷星波的随身兵刃 见在人在 几乎就是他的代名词了 这把玄器在二十多年前就被其树枝高阁 未曾再露面 有人说是因为冷星波踏入了八荒镜五尊 无沟双雪明不够用了 也有人说是因为在火乌帝国乃至整个南域 都再也没有人值得他动用无沟双雪明 各种猜测不少 但能够肯定的是 这件玄器随着冷星波的归影 被乘风了起来 想不到竟然再次出现的时候 会是在周玉山的手中 大家偷偷地看了一眼看席上的红林 想不明白为什么冷星波 没有把这样一件重要的兵器 传给自己的女儿 心皮和三大世家的家主则是心中明了 看来冷星波的确已经有了 收周玉山做女婿的打算 恭喜长发长老杨彪兄 莫迪的眼中闪过一抹嫉妒之色 随即笑道 玉山拥有了如此神器 在小一辈当中 就算不是无敌 也至少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 周扬彪也是喜出望外 欣慰地说道 想不到冷宗主如此看重玉山 实乃我周家之福啊 江无忌得意道 薄秦之体乃是万中难寻的体质 宗主可是把玉山当作接班人来培养的 这无沟双血鸣吹毛断发乃是六阶玄器当中的极品存在 就算是同阶玄器也足以一键斩断 我倒是要看看这小子的体数能不能挡住无沟的风锐 江长老您说笑了 莫迪捋着胡须笑道 肉身凡胎 在这种神兵利器之下 还不是直接化作肉泥血水 这下胜负已经定了 可不是吗 周家之人听得大为开心 对莫迪顿时好感倍增 心脾也是心中泰然 只要周玉山能够取到冷宏林 怕是未来的数百年内 四大世家要以周家为首了 圣人无名 太上忘情 冷月无沟 忘情一展 周玉山在手握无沟宝剑后 整个人的气质疏然大变 剑光闪动之下 好似一弯冷月硬照 让人冰心彻骨 剑芒在他手中瞬间化作月华 穿透长空而至 漫天洒下 一时间四周之人全都骇然 仿若整个空间都置身在月华之下 随时可能会被碾为碎末 心如玉瞳孔光芒绽放 喃喃地说道 忘情绝 无沟剑 虎牙剑 青莲剑歌 李云霄一声冷哼响起 才将众人从震惊当中回过神来 虎牙剑 虎啸而起 血光冲天 在空中凝结出一道道的血色青莲 逐一盛开 要将那月华几下 两股力量在空中对驰之下 紧紧刹那剑 砰 漫天血色净数消散 莲花一朵朵在空中爆开 虎牙剑在冷月无沟的压制之下光芒尽湿 剑身上更是开裂出一道道的龟纹 终于砰的一声碎裂开来 太上忘情绝 让我足以拥有武王巅峰之力 再加上这六阶巅峰玄器 无沟双血鸣 即便是武宗强者 我也敢与之一战 你屈屈蝼蚁 拿什么来挡我 周玉山气势大盛 无数冷月寒光再无阻挡 倾倒而下要将李云霄割成肉泥 李云霄瞳孔微缩 眼中不仅没有慌乱 反倒是绽放出精芒 脸上露出赞许之色 自言自语的念叨 丈夫执手把无钩 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住屎 三千里外御封侯 好见 果然是好见 冷月无钩 不知是何人所恋 四周之人昏倒一片 悬兵碎裂生死瞬间之下 他竟然还有闲情意志 吟诗感慨 周玉山眼中杀气毕露 闪过羞怒之色 空洞的眼神也泛起波澜 李云霄不慌不忙地将断剑一挑 那虎牙剑碎片似乎被某种力量吸引住了 凝固在空中不散 随着他的剑势撩起 竟然悬起道道龙卷 在他真气的控制之下 化作点点星芒 朝着周玉山破空射去 宝剑碎片在冷月剑气之下被轰得碎裂开来 但是星芒万点依然不少穿透剑气射向周玉山 唯未救赵不得不防 除非周玉山肯两败俱伤 周玉山脸色一变 金王收回剑势 光芒一闪浮现在他的周身 蒸蒸蒸的一连串金属撞击之声 将那些宝剑碎片打落 周围的人眼珠子都凸了出来 他们何曾见过如此精巧的武技 一般两个人决斗 相差在三个星级以上的话 任你有通天武技和装备 也基本上是分分钟就解决的事 这李云霄真的只有十五岁吗 看席上奥迪加双目当中震惊的无以复加 这种临危不惧的淡定 绝对不是装出来的 而是胸有成竹 莫视沧桑 刚才那临危之下的轻松自如 绝非是什么侥幸 而是游刃有余般的潇洒 朱锦也是额头上渗出滴滴冷汗 不可置信地说道 都说一利降实惠 但这种技巧上神一般的把控 竟然弥补了一大境界的差距 简直就是颠覆了我的认知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